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 欢迎各位 挑战不可能是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极致追求 也是一直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力量 在并肩前行的道路上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努力加油的挑战者 在中国人手中变不可能为可能的 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加油 向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致敬 海天蚝油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 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北部战区 海军某潜艇部队寻找火眼睛睛的挑战者 小大哥现场的嘉宾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依依 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我站在哪里 我的脚下就是我们国家的作战潜艇 真的太震撼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码头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 政治工作部的容主任 容主任您好 您好 接下来请您为我们介绍 好 我们是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 潜艇对人民海军的尖刀部队 水下列人 潜质兵力 时刻面临特殊的风险和考验 这就要求每一名潜艇官兵都要百里挑一 优中选用 忠诚专注本领国营 尤其是我们的雷达兵 他们是潜艇的耳朵和眼睛 对潜艇的战斗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支队优秀的雷达兵一起 接受栏目组的挑战测试 您好 您好 我是本次选拔赛的主考官 于好 大家好 我之前有了解一下 咱们的雷达兵平时的工作 就是观察数字是吗 是的 他们大部分的工作 就是通过观察数字 捕捉其中的关键信息 他们主要观察的数字 分为红黄白三种颜色 其中红色代表高威胁目标 黄色代表一般威胁目标 白色代表无威胁目标 所以咱们即将进行的挑战 就是围绕数字展开 以雷达兵平时的实战模拟训练 为选拔赛的挑战 15名挑战者同时观看一段 长度为10秒钟的挑战视频 前每一秒的视频画面中 将随机闪现100个 由红黄白三色数字组成的 数字群组 视频将循环播放三次 挑战者需要在30秒内 精准捕捉红色目标数字 1986 并在打体板上 快速写下目标数字的 横轴和纵轴的坐标位置 精准做打 潜用时最短的五位挑战者 将晋级下一轮选拔赛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选拔赛挑战 开始 每秒画面有一百度数字 一眨眼的瞬间呢 就有上百度数字一闪而过 而我不仅要看到 这些目标 还要根据顺时机 去捕捉数字坐标 这个挑战 内容跟我们日常的训练相比 还是有所差别的 除了考验我们的眼力 更考验了我们的心态 哇 他们浏览的速度 非常的快 已经有人拍下了 15秒 16秒 17秒 哇 几乎都在20秒左右的时候 拍下了答题件 接下来 答案到底会是多少呢 接下来就要有请 我们的15位战士 亮初 你们的答题版 0704 0704 没有看到有失误的 接下来请主考官为我们宣布 五位晋级的战士 好的 第一名是 霍海川 到 15秒30 第二名 朱小杰 到 15秒39 第三名 郑同柱 到 15秒45 第四名 卓子梁 到 15秒55 第五名 杨华伟 到 18秒48 请淘汰的四位选手 离场 提立 向右转 感谢我们十位暂时未能进入到第二环节挑战的战士们 你们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超凡的眼力 感谢大家 恭喜五位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二轮的挑战 请听规则 五位挑战者同时观看一段长度为30秒的挑战视频 每一秒的视频画面中 随机闪现的100个由红黄白三色数字组成的数字群组 将以左右双屏的形式依次呈现 挑战者需要在30秒观察时间截止后 精准做达目标数字 白色的9167在双分屏内共闪现过的总次数 精准做达且用时最短的一位挑战者 获得最终胜数 我宣布第二轮挑战开始 刚才的挑战已经很难了 这一轮呢又升级了难度 我只能请注意力盯紧这些数字 目标在两个屏幕之间来回切换 这极大的干扰了我的判断 导致我一直在两个答案之间徘徊 这一轮真的是超越眼力极限的挑战 好 已经有人拍下了答题件 请各位挑战者亮出题板 六种 小杰是先写了一个六 然后把六给划了写了一个五 看来对自己的第一判断产生了犹豫 是的 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悬念了 到底是让小杰产生了犹豫的数字 六是对的呢 还是他后来谨慎判断之后给出的答案 五是正确的呢 为大家揭晓答案 恭喜 总次数六是正确答案 一共有三位战士获得了 目前这一阶段的胜利 但是要判断出谁能够进入北京演播室 来进行终极的挑战 还要来判断一下各位的时间 是的 下面我宣布成绩 用时最短 三十三秒二二 郑同住 Go 恭喜郑同住成为今天选拔赛的最终胜利者 有请 你好 你好 同住 恭喜你获得了去往北京演播室挑战的资格 这是挑战不可能的邀请卡 好 属于你了 期待同住在北京演播室挑战不可能的现场有更优异的表现 祝你挑战成功 加油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郑同住 今年36岁 我来自北部战区海军母潜艇支队 我是一名潜艇雷达技师 欢迎你 郑同住 潜艇雷达技师 三位评委对这个岗位有了解吗 很重要的一个滋味 因为潜艇在水下什么都看不见 完全靠雷达跟SANA 对 SANA 能够看出来地方或者有什么遗物或者距离多少多近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滋味 所以郑同住作为雷达技师 应该说你就是潜艇的眼睛 是的 对吧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会有哪些模拟训练 才能够使你们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呢 我们平时的有瞬间捕捉能力的训练 这也是我们潜艇雷达兵的一项必备技能 我们是通过屏幕上闪现的数字来获取目标 就是训练自己快速的对这个图像的捕捉能力 对 今天的这个挑战项目呢 是与我这个情报数据分析 这种呢是有关系的 跟情报数据分析有关系 刚才的挑战已经难度相当大了 对啊 所以今天现场的挑战又会是怎样的难度呢 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叫不可思议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先坐上挑战椅 有请 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的挑战者佩戴耳机和眼罩 现在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和我们的现场隔离开来 接下来有请我们24位特殊的挑战助理出场 非常可爱的一群孩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24位特殊挑战助理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机关幼儿园 欢迎你们 接下来给大家宣读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 24位小挑战助理将进行一场表演 现场布置了9台摄像机 从9个不同的角度对表演进行记录 并生成9个视频片段 评委随机选择其中一个视频片段 在任一个位置插入一个小挑战助理的一帧照片 挑战者需要在15分钟之内 通过观察这9个视频片段 找出这一帧画面所对应的目标人物 才算挑战成功 观察视频次数最多为三次 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摘下耳机眼罩 做好挑战准备 等一下 要告诉他们脸部不要有表情 好 大家就自然放松就好了 对 现在不需要有这个 表情 因为你有表情的话 可能会被这个叔叔一下子发现 所以最好大家都没有表情 好 我们有请挑战者稍微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因为他刚才一直戴着眼罩 我们的挑战者在观看他前面的挑战屏的同时 他的挑战屏上显示出的内容 也会出现在大屏幕上 认为自己眼尖的观众可以试一下 利用这个机会挑战一下你自己 看看你能否发现那一张照片在哪 主持人 准备好了 好 我宣布挑战开始 在挑战当中每一个画面 每一秒钟会有25帧闪现 而我这个项目需要观察的是 9个画面 所以在一秒钟的时候 我需要观察225帧画面 这对我来说难度非常大 我平时的训练主要是通过数字来试别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主要是进行人脸试别 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好 第一遍视频播放完毕 看到了吗 我没看到 我二下就过去了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办法辨别 只是找到了这个小孩了 出现在哪块屏幕上 没有分辨出他这个人脸 不是人 我需要再观察一次 好 挑战者说 他需要再观察一次 接下来我们第二遍视频播放开始 看到了 但是只是白闪了一下 对啊 对吗 好 第二遍视频播放完毕 挑战者是否需要观看第三次 只能看得清楚 一个大概的一个门人 不要犹豫 一闪而过 这怎么可能呢 完全不可能 太可能 主任我需要第三次 好 挑战者观看第三遍 也就是我们给出的最后一遍视频 请播放 他这个难度 因为出现了这个画面 时间太多 一帧的照片 找出 那太困难了 时间到了这个定格的时候 然后我就 现实中捕捉到了 三遍视频已经播放完毕 有请挑战者 现在开始 在二十四个孩子当中 寻找你看到的那个目标人物 就看到一闪而过 不是 它就算散一下 对 就白闪了一下 那也看不到人 我觉得大部分观众跟我一样 第一次先用余光照顾九个屏幕 然后找到有意象的那一个 然后第二次 再仔细盯着这个屏幕看 结果大家 因为一下就过去了 我也一样 到第三次 我想特别仔细看的时候 我在那一瞬间 眨了一下眼睛 所以等我眨完 没有 我一忍着没眨眼睛 可还是就 就感觉好像那个画面 被做了个手脚一样 一闪而过 就跟电影里一样 做了个手脚 啪擦了一个画面 然后就什么也没看见 太难了 一闪而过 对 24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然后他们穿的服装 包括他们的神态 应该说都是非常非常地相似 所以说在这个挑战的难度上 应该算是男上加男吧 他要有记忆力 你看了不是看完就算了 你要赶快地记忆在脑筋里面 然后从脑筋里面 再回忆找出小朋友里面的其中一个 挑战者需要在15分钟之内 找到目标人物 并且我要告诉挑战者 你只有一次 确定目标人物的机会 一旦错误 直接会导致挑战不能成功 那一针基本上就是一划而过 只有把它放到逐针逐针 最慢最慢的画面 我们才可以看到挑战者的面 我觉得挑战者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 挑战人类的不可 因为我在图片当中看到的是小孩的人类 而现场现场小朋友的过程当中 是有小孩的人像 他们现在个头都差不多挺犹豫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本来以为很有意思 太快了 就那一下 眼睛一张就过去了 太难了 我发现 一号小朋友跟六号小朋友呢 都符合我在影像当中看到的那个印象 挺犹豫的 闪而过 完全不可能 太难了 面对二十四位着装相同 体态相近的挑战助理 仅仅凭借0.04秒闪现的一针画面 正同住能够把握仅有的一次机会 完成这个不可思议的挑战吗 太快了 一闪而过 看不到人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主任我有答案了 我想提醒您一下 您只有一次机会 我知道 一旦错误的话挑战就结束了 知道 但是我刚才看您一直是在这半边区域 您确定吗 我确定 确定吗 确定 好 接下来请您把您选到的这一名目标人物 带到台上 好 请 一号小朋友站到台上 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始验证 首先请您告诉我 刚才那一帧照片的画面 您是在第几块屏幕上发现的 在第三位屏幕 编号三的屏幕上 对 好的 接下来请再次为我们播放 刚才九个屏幕的画面 我们注意编号三 请播放 一闪而过了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三号屏幕出现什么异常 但是 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现在无法验证 究竟是哪一个小朋友 接下来我们请现场的技术人员 为我们放慢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屏幕 过了 过了 我们接下来逐针逐针地来找 好 一秒一秒放弃 一针一针地放弃 他这一秒是二十五针 挑战成功 谢谢我们一号小朋友 先让我们用掌声感谢这二十四位孩子 你们可以休息了 谢谢你们 我就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能看出是哪一个小朋友的脸呢 这个顺势捕捉能力呢 是我们潜艇雷达兵的一项必备技能 在接到这个节目组的邀请之后呢 然后我是在原先的这个训练的基础之上 又进行了强化训练 才会慢慢地开发出自己有这个潜质的 看你这个奸章上 你好像是一个老兵了 是不是 对 很多年呢 已经17年了 现在是英明三级军事长 潜艇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一两个月都会潜在水下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好奇 你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的 能不能通过镜头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现在又再一次站上了这个 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潜艇 那在我身边呢 就是这一艘潜艇的政委 博政委您好 您好 依依 今天要有请您带领我们来参观一下 战士们平时在潜艇内部生活的环境 好的 好的 有请 真的不敢想象我可以进入到我们作战潜艇的内部 我看到这边还写着一句话 干惊天动地式做隐姓埋名人 在我们执行任务时不管我们在海洋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全体官兵心中都牢记 祖国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那真的就是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但却做着隐姓埋名的人 是的 我们也特别想要知道咱们的战士们在潜艇内部是如何生活的 好的 依依 下面我带你去我们的生活舱看一下 好 神手敏捷 吓了我一跳 慢一点 回头 好 这里相对要宽敞很多 是的 而且还挺温馨的 对 这是我们潜艇最大的房间 也是我们潜艇上的动物能听 这个是时钟吗 但是为什么这个数字有这么多 这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潜艇特色的这个船钟 平时一般的这个钟表都是12小时至 而我们潜艇上的这个表是24小时至 因为我们潜艇在水下潜航的时候 是不只得外边是白天还是黑夜 所以必须通过这个船钟来判定 所以说这也就是潜艇钟表区别于其他钟表的地方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这个都工厅可以是我们的会议室 也可以是我们的餐厅 然后你往里走一下 这是要干嘛 我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还是我们的落室 你看这个床掉起来 掉起来之后 哦 还有一个铁链子 对 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卧室了 哇 我们的这个官兵就在这个上面休息 真的太多功能了 对对对 一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灯吗 对 无影灯 对 这是一用的无影灯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房间 还可以作为我们的应急手术室 没有想到这个给我第一印象 相对宽敞的空间 确实要承载这么多的功能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 每一次战士们出海的时候 都是以艇为家 那舰艇内的每一个空间 都是要进行最人性化的 极致的设计和利用 下面我带你到舰艇的 另一个地方看一下 好 来 艺艺我带你到我们的厨房看一下 哇 热气腾腾的 来 艺艺进来看一下吧 咱们仨现在站在这个空间里 就顿时显得这里特别小 对对对对 可是空间太小了 你好 好 没关系 那咱们去下一个地方 好的 好的 艺 慢点艺啊 这里的温度好像高一些 是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潜艇的柴油机舱 你觉得这个温度 比其他舱室还高一些 就是目前那种状况 还是我们的柴油机啊 没有完全启动的情况 潜艇一艇有四季 我们这个舱是夏季 那有的舱室就是冬季 他们也得一直待在里边 是的 就是在那样的舱室里 可能要穿棉衣 而在我们这个舱室里 就需要穿短袖 都会觉得特别热 是的 是的 就是这样的 在艇上还有很多 这样艰苦的地方 但是战士们都是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不断去挑战和突破 身体的极限 是的 是的 除了可能生活的环境 和条件比较艰苦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潜艇兵是接到了任务 必须立即行动的 对 不能问归期 对 潜艇兵有三不问 不要问我去哪里 不要问我去多久 不要问我干什么 这个三不问 当兵的自己可以承受 家人怎么办 所以实在话 我对家里呢 然后也是挺愧疚的 有的时候呢 我会写一封信 随时放在自己的身边 每当想他们的时候呢 就拿出来自己看一看 然后 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思念吧 写给父母还是写给爱人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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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结婚多久 我结婚八年了 有没有孩子 还没有药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是吗 对 那你能跟我们叔叔 你都写了些什么吗 可以 我自己随身也带了 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每次探亲回家 感觉待的时间都很短 有很多话想说 也说不出口 看着你们一天天变老 我不能在你们跟前陪伴 既有些担心你们的身体 也感到很愧疚 不要为我牵挂 我们的潜艇是个团结的大家庭 我们总说百人同操一杆枪 潜艇里的环境虽然艰苦 但是有战友们的彼此关心 有尊温暖的情意 在深海里 我并不感到寂寞 我和战友们都明白 国安全了 家才能安全 我跟刘丽结婚有几年了 我亏欠她的遗憾很多 我们有个共同的心愿 就是想让父母早点抱上孙子 爸 您过去是陆军 我是海军 我们要培养一个小飞行员 让咱家的海陆空 三军聚齐 要登庭了就写到这吧 无论何时 你们收到这封信 都请为你们的儿子 骄傲和祝福吧 此事军礼 这样的信 他们并没有收到过是吗 是的 我们刚才通过你的信 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 基本情况 你父亲是一位老兵 对 我们也有请同住的 爸爸妈妈上场 看着你们一天天变老 我不能在你们跟前陪伴 既有些担心你们的身体 也感到不愧疚 大家好 我是郑都住的父亲 我叫郑向阳 今年六十三岁 今年六十三岁 我是净土主的母亲 今年六十三岁 我愿像花 阿姨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儿子当年十七年 我只是第一次请到他的心 我非常激动 作为一个父亲 我也是一个退役老兵 这个信 我是能理解的 他的信 其实我也写过 在出国作战的时候 那就是遗书 我是非常地明白 也非常地理解 但是孩子这几年 我从来没对他表扬过 在大家伙面前 我也没夸奖过他一次 在这里 我要花奖他一次 他做出了一些成绩 我也非常支持他 希望他以后继续努力 多做出一些贡献 多做出一些新的成绩 为了保卫祖国 他献出他终身的奉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一个军力包含着两代军人 对国家 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所以爸爸的这番话 不知道同众今天听了 是不是觉得责任更重大了 是的 所以我必须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 不仅是因为父亲的期待 人民海军 也将即将迎来 七十岁的生日 我们的能力素质 要能担得起这个历史重任 就必须具备 这样挑战不可能的能力 我们是山海的蛟龙先锋 雷达兵是前景的眼睛 我们会牢记使命 在大洋深处 构建水下长城 默默守卫 所顾的安危 竹梦深蓝 我们国家拥有一点八万多公里的 大陆海岸线 三百万平方公里的 主张管辖海域 作为一个海洋大国 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 来维护我们国家主权 海洋权益 同众你今天的挑战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海军 用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已经构筑起了海下长城 在深蓝航道上 你们也用最坚定 最沉默的誓言 乘风破浪 一往无前 再一次向你们致敬 对于你今天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 能 当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郑彤柱用他的挑战 向我们展示了人民海军过硬的专业技能 恭喜郑彤柱 步入荣誉殿堂 要问我在哪里 问我也不能告诉你 我们是中国海军前听兵 旁信在深深的海洋里 你说你看不到我的军情浪迹 我只能告诉你 我是世上的敌敌 何况在战火中断造辉煌 更愿意把河边献给大地 请你 请你 相信我这句话 这句话 我也永远和重生 在一起 说在一起 海天好友一招定前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 博瑞博悦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在下一个挑战开始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朗诵几句诗 我是个勇士 即使手中的战毛已残 仍然选择这片贫瘠的土地 战斗下去 像斯巴达勇士一样 冲破死的淋雨 站在生命之巅 像男人一样 战斗下去 写下这些诗句的人 叫王甲 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看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没错 朝气蓬勃 2006年 王甲大学毕业 凭借着自己的才华 和出众的专业能力 王甲 被北京的一家国企录用 拥有了很多年轻人 都非常羡慕的 设计师的工作 就是这样一个 前途一片光明的小伙子 就在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 2007年 他突然觉得身体有些不适 于是家人带着他到医院 进行了检查 最后确诊为 见动症 学名叫 肌萎缩 厕所硬化 当时医生给出的判断 王甲的生命 大约还能持续三年 那一年 王甲 才24岁 但是 王甲并没有放弃 到了2008年的时候 王甲的很多肌肉开始萎缩 不能行动 甚至包括 王甲的舌头 也开始变得麻木 他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 清晰地用语言 去沟通 尽管病情已经非常严重 但是他仍然在坚持创作 写下了大量非常励志的博文 而且他还开始创作他的自传 人生没有假如 一个剑动人的物与形 随着病情的加剧 到了2009年 王甲只剩右手 还有一根手指可以活动 但是 就剩这一根手指 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而这个时候 清华大学有一支技术团队 他们得知了王甲的故事之后 专门为王甲开发了一套系统 这个系统 仅用一根手指进行录入 就能让王甲继续他的创作 就能让王甲继续 他和外界的沟通与交流 就在这个时候 王甲给同样患有剑动症的 英国物理学家霍金 写了一封信 而霍金在给王甲的回信当中 是这样鼓励他的 希望你能将你的目光 放到残疾所不能阻挡的事业上 并且坚定地将它做下去 到了2012年 王甲正直 连呼吸都要依靠呼吸机的帮助 才能完成 之前的单指打字的系统 已经没有办法再帮助王甲 去表达他的思想 去表达他对生命的渴望 而这个时候 清华大学的团队没有放弃 他们继续研发新的技术 希望利用脑电波 也就是王甲此刻全身仍然 还在坚强的顽强的 在运动着的这一部分 通过意念完成打字 再次建立王甲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而我们今天要见证的 就是这样一个 人类向着未知的 不可治愈的疾病 发出的最顽强的挑战 让我们掌声有请 王甲和清华大学技术团队 欢迎各位 大家好 我叫王苏范 是王甲的父亲 来自吉林白城 大家好 我是王甲的母亲 我叫邓江英 这是我们俩的儿子 他叫王甲 大家好 我叫王一军 来自清华大学神经工程团队 大家好 我叫杨晨 我也是来自于 清华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 边上两位清华的团队 他们是什么时候 来研制这些技术 和仪器的 当王甲还剩一根手指头 可以运动的时候 那时候 北一三院的团队 找到我们清华大学团队 说我们能不能设计一个 能够检测到一个手指运动 这么一套系统 帮助他实现 这个打字这么一个功能 当时团队就 开发了一个基于 这个红外观检测的 这么一套系统 王甲用这个简单的系统 也实现了很多文字 或者写了一本书 他不是用他那一根 可以活动的手指头 去敲击键盘 是检测他抬手的 这么一个动作 他的力量 已经不足以 敲击键盘了 是吗 是的 那他要用多久 打一个字 0.7分秒 打出一个字 大概2010年左右 他已经连右手 这根手指的运动能力 都散失了 所以我们团队 就是因为也长期 在从事脑电 和脑机接口的研究 所以我们设计了 脑电打字 这么一套系统 我们目前采用的 这种方法 这种研究 是清华大学 神经工程团的 已经进行了20年研究的 积累下来的 这种技术 但是在剑动人 运用上面 这是我们首次尝试 在玩家身上 对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还一直想问问妈妈 王甲现在的身体状况 在舞台上 没问题吗 没问题 他对病情 比较平稳 现在 他是对我们所说的 完全都能够听见 能听 除了不能动 他都知道 他的表情一激动了 假设说一看 董卿老师 面目表情有 你看你一激动了 他的眼眉 眼眉就可以挑了 我觉得王甲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刚才一开始 一直在说 这是一个挑战项目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 我觉得这更像是 王甲代表着 剑动症人群 或者说 人类目前无法治愈的 这些被疾病侵扰的人们 代表着他们发出的 生命的宣言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 清华团队和王甲一起 开始做准备 谢谢 与此同时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稍后的项目 上道具 大家请放心 在整个过程当中 可能确实王甲要耗费 他的体力 耗费他的注意力精神 但是今天在现场 我们也专门 有医护老师在现场 时刻准备着 如果有任何情况 我们都可以现场 进行处理 现场我们看到 清华大学技术团队 已经为王甲准备好了 相关的技术设备 我想问一下两位 清华大学技术团队的成员 我们的挑战 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后边还需要 给王甲佩戴脑电帽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 给王甲佩戴上 这个脑电的抬取设备 我拿脑电钩过去 我来吧 由于王甲的这个颈部的肌肉 也没有办法支撑 所以他平时是 靠在枕铐上 但是拿掉枕铐以后 就得妈妈来扶着他的头部 这样的话 我们技术团队 才能为他佩戴上 脑电采集的设施 这个您现在往针筒里 这个是导电膏 它可以使头皮 跟电机之间的阻抗降低 然后使得我们能够采集 它的脑电信号 否则的话 可能这个电极和头皮 之间隔着空气 对 是的 现在用这个介质 把它的头皮和电极 之间连接起来 这是一个类似 像帽子一样的装作 戴好帽子之后 我们的技术团队 要在每一个电极上面 有一个小孔 往里面注入这种脑电膏 OK 背子 麻烦让导播把这边灯关一下 就这两边的上 这一侧的灯 好 那个请我们的导播 把正对着王甲的视线 方向的这一侧灯 调暗一点 好 因为他要用他的视觉 否则的话 有光线刺眼 他挑战起来会比较困难 那接下来 系统应该没有问题了 爸爸妈妈刚才一直在台上 协助着整个准备的过程 接下来两位也可以到场边稍事休息 我们一起关注着王甲的挑战 谢谢 谢谢爸爸妈妈 我们将邀请董卿评委和王甲 共同来完成今天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准备了20首现代诗歌 董卿评委将从这20首诗歌当中 随机选择一首 然后选择这首诗当中的两句 作为目标诗句 只告诉王甲一个人 王甲用脑机接口技术 打出他所选择的这个目标诗句 并且在最后 与董卿评委共同朗诵出这首诗 那么对于王甲来讲 他的朗诵方案 就只能通过机器发出语音 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朗诵 如果能够和董卿评委 顺利地完成共同朗诵 即为挑战成功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董卿评委 到台上来为王甲选择诗句 董卿评委拿过了挑战助理 手中的记号笔 他将画出他要告诉王甲的 这两句目标诗句 王甲只能依靠 他和系统之间的默契配合 把这两句诗呈现给我们 夹在夹子上 可以吗这位子 能看清吗 可以了 那可以开始吧 好 好了 妈妈读懂了儿子的眼神 那接下来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董卿评委 好 接下来我宣布 挑战 开始 OK我们准备开始了 好 实际上他面前的这些拼音组合是在不停地在闪烁 他要哪个 他要哪个 他就看到这个字母 就停下了 就停下了 就这样 这又要一个 但实际上是他通过视觉采集到这个频率 然后反映给大脑 大脑在发出相应的电波被你们采集到 然后确认他看的是哪一个 对 所以就是通过这种视觉的编码 然后在脑电波里面把这个信息编到脑电里面去了 然后提取到这个信号友再解读出来 这个办法很聪明 这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案 我们之前的脑机接口系统一般都是采用的传统的同步系统 也就是说人需要根据机器来进行使用的 当我们机器说你可以开始用了 然后你人才可以开始看某一个键 然后经过一秒钟到一点五秒或者更长的时间 机器说我判决好了 然后人才可以输入下一个字符 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让王甲自己来输入这些文字 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设计完全是以王甲为主 王甲看那个键他会输入那个键 你盯着他这个屏幕看一会 看十秒钟我就感觉有点晕 对 特别累 这是特别的练脑 对 什么拼音的 对 他把拼音所有的组合 就生母和韵母的组合 全部给设计到系统 请把这一件放在你的肩膀上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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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打了一个句号 挑战完成 再次把掌声送给王甲 送给清华大学技术团队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对答案进行验证 我们再次有请董卿评委到台上和王甲一块儿来为我们朗诵您选择的这首诗 这也是一切 书庭 不是一切呼吁 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失去 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硬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他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他斗争 希望而且为他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谢谢 谢谢 再次掌声感谢董亲评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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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王甲 谢谢王甲 祝贺我们的清华团队 太棒了 谢谢 太棒了 我觉得此刻最激动的应该是王甲 和董亲评委一块朗诵了一首诗 对于王甲来讲 可能也是他一直的一个梦想 而更重要的是 王甲在刚才的挑战当中 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技术的发展 为王甲这样充满了斗志和生命力 但是躯体却被病魔折磨的人 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 也把掌声送给清华大学技术团队的 所有成员 谢谢你们 谢谢 再次用掌声把王甲的爸爸妈妈 也请回到台上 来 有请我们技术团队的成员 也到台上 爸爸妈妈刚才看了王甲的这一次 特别的用脑电波的文字输入 有什么样的感想 因为他这类病人 需要辅助的东西太多了 你说他不能说 不能吃 不能动 他就得用这个文字往处表达 感谢这个北一三院 感谢清华这个研究这个团队 给王甲 甚至说王甲这个群体的病人 提供了好的未来 好的生活质量 今年王甲是36岁对吗 那在十多年前 他确诊这个病的时候才 25 25岁 那真的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当时在确认这个病之后 全家包括王甲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哎呀 这个在我们走了两个医院 在北一三院确诊 因为他得这个病 做父母的不心甘情愿 我们又到协和医院找一个老专家 又让他给鉴定一下 这个老专家鉴定完了 跟他说的是跟北一三院的鉴定书是一样 存活期就在三年 当时我问他 我说这个病就确诊了 老大夫就说 他想吃点啥 你再做点啥 当时是07年 12月28号 他说完之后 冬天 我的汗都 羊毛汤都透了 就是人 要在那种惊恐之下 出的一身 不知不觉的 害怕的汗 他那时候能走 说话还含糊 我能听明白 他拽我手一下了 他说 爸爸你 别着急 别上火 既然得了 咱们就 就是平常面对他 他倒反身 安慰我 2008年 我就看他电脑上面 出现 斯巴达勇士的一句话 冲破死丘的重围 让生命 走向生命之巅 我要像 男人一样的 战斗下去 我一寻思 这就是 又要拼了 因为这三年 他知道有限了 他就在不停地 用文字 抒发他的 这种精神 写博客 哪块有设计的了 他就给设计东西 往上传 09年的时候 他设计的 一个天天文学创刊 要一个平面的 图片设计 这个主编 在几百幅里边 选中他的了 要给他搞仇 他就用这个 传字就传过来了 他在上面这么写的 在我生命 即将终结之事 哎呀 我一说到这 我就 在我生命终结之时 我要把它 献给我热爱的文学 热爱的艺术 他真就是拼了 10年的时候 有个艺人 发现他了 这个 玉树地震 找他给 说你给我设计 几幅海报 我上玉树去慰问他 我把这些海报 我要在玉树 给你账贴出去 结果设计了 三幅海报 希望守护 为了生命 他都是玩命地在干 这不到10年了吗 他就讲的 我生命的三年周期 已经到了 我可能是我熬过来了 我就在他电脑上面 又发现几个字 尊重生命 继续坚持我的梦想 生命不息 挑战不止 清华脑机 创造奇迹 哇 我觉得这十多年啊 要说可能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完的 这十多年来的日子 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俩这十年肯定是很艰难 但是呢 我们俩也感觉到很幸福 因为很幸福 我儿子还活着 还能陪伴我们 我们一家三口 还是这么 虽然是生活有点磨难 但我们感觉还是挺幸福的 我们这一家三口 我就陪着我儿子 迎接下一个十一年的挑战吧 爸爸妈妈辛苦了爱你们 我们也爱你们 王甲的爸爸讲述了故事以后 我才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 所有的奇迹背后 都是人的努力 继续加油 我突然想到 霍金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年有一个著名的摄影师 Platon 去给他拍照片 拍完了之后呢 摄影师就忍不住 问了他一个问题 说霍金先生 如果您用一个词 来形容这个世界 一个词 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您会怎么说呢 当时护士是想拦着的 觉得他挺累了 没想到这个光标的声音 很快就敲打出来了 出现了一个W 过一会儿 又在这个电脑屏幕上 寻找到了一个字母 O 过一会儿 又在这个电脑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W 他给这个世界的评价是 就是一个身体只能 禁锢在轮椅上的人 他依然觉得 这个世界是值得我们 惊叹 值得我们热爱 值得我们不懈去努力的 所以今天我觉得 王甲来到我们现场 这个挑战震撼了 我们所有的人 因为他不仅仅是 这个现场的 可能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的挑战 这是整个一个人 几十年对生命的挑战 这是我们的科学家 对整个人类 绵延不绝的发展史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再一次向王甲 及他们的父母 也向我们的清华科研团队 质疑我们的敬意 谢谢你们 我们希望王甲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 王甲实现他的梦想 实现他的奇迹 所以王甲不放弃 我们也绝不会放弃他 我们会不断通过 我们的技术 不断帮助王甲实现他的梦想 所以对于王甲 今天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觉得我的回答是 难 我知道我是个定着的穷人 我试着让灵魂丰富 做个精神护梦 请我们台上的这几位 共同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 喝上好奶粉的 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 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怕油怕糖怕吃 请喝蒂波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 茶饮蒂波尔赞助 有这样一群人 一旦出现在战场上 他们就是铁拳的拳锋 是尖刀的刀尖 这些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狙击手 今天我们再一次 从一个侧面 去一窥他们的本领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带各位 到西北沙场 去目睹一群战场天狼 实战化训练的风采 我们和他们进行实时连线 去目睹一群战场地揽 立场地揽 小大哥 看见了吗 我现在乘坐的是咱们的作战车 大家好 我是依依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七部战区陆军雪峰特战旅的训练场 听见词语你不是消声了吗 我身后战士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训练着 我身边的就是特战三营营长魏薇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魏薇 是基层的一名带兵人 也是一名营长 那咱们今天的挑战者是谁呢 他是我们的三级军事长陈明 是一个高级狙击技师 高级狙击技师在咱们陆军有多少名 唯一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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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是咱们的头号狙击手 没错 没错 咱们能近距离地跟他接触一下吗 可以 可以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好 来看看 停止训练 停 站到我们前面的这位呢 就是我们的陈明 杨小华品 下后转 来 您的好 主持人好 各位评委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明 陈班长您好 老师好 您身后这些都是您的学员 是的 这身后呢 是我们前期啊 从集团局放为那选拔的狙击手 所以您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 带这些年轻的狙击手 培养他们 实际上您相当是一个教官的身份 是的 我是他们的主教官 此次呢 主要训练他们的设计技能 那您还记得您大概一共带出过多少名狙击手吗 我从市狙击这个行业已经十八年了 粗略的计算来下应该超过两千名了 哇 那目前呢 他们在各个部队的岗位上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表现都很不错 逃离满天下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两千多个学生 那今天能不能借这个机会 向我们展示一下你们的教学科目好吗 好的 好 有请 陈班长 结合 为了增加训练难度 让队员呢 每人使用三发子弹 对三个弹壳呢 进行射击 而且呢 是剧烈运动后快速射击 这个太难了 剧机啊 它要求是精准射击 踏到地上之后呢 如果说呼吸急促加上吸力跳得很快的话 无形当中呢 会影响到我们瞄准的精准度 准备 开始 根据我的评论啊 快点 快点 再快 再快 加油 扣起来 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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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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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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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壳在哪儿呢 计时 开始 计时 开始 已经有人成功了 三十六秒 第二名 已经成功了 第三名也已经成功 四十秒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好 全部完成 好 特别期待第一名的成绩是多少 看一看 检查一下 来 那种两个 三个 您好 我能看一下吗 好 他要看他弹壳上面的那个痕迹 刚才通过我奖查 嗯 从设计目标的数量 和运势最大上 五号射手 卓鹏 到 是此次比赛的获胜者 高鹏 到 出列 主持人好 恭喜您 刚刚的这个训练过程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刺激 对自己的训练成果满意吗 相当满意 那您还会给这位优胜的这位战士 加大难度吗 难度 今天对于这一名战士来说 咱们不会升级了 但是我有一个福利要给他 啊 来 请您看一看 认真地读一读 主持人 我看完了 你觉得难不难 这个规则非常难 你觉得你能完成吗 对于我们来说 不可能完成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规则 那我就要告诉我们的 陈明教官 我手上的这一个规则就是 今天你要接受的挑战 有没有信心 有 陈明教官 请听挑战规则 挑战者在移动的汽车上行进 在面前开阔的模拟战场上 数量未知的起刀把 会随机在战场的任何角落弹出 起刀把分为 蓝色好人把 红色坏人把 以及 歹徒劫持人质把 每个起刀把 弹出时间仅为2秒 挑战者需在2秒钟内 发现并准确命中 红色起刀把 击中蓝色或者漏机红色 均为挑战失败 完成起刀把射击后 汽车急停 战场上同时升起300个气球 其中仅有5个 红色目标气球 挑战者需要进行快速奔袭 在气球离开射击范围之前 锁定并准确击中 所有红色气球 才算挑战成功 挑战者仅有一次挑战机会 陈明班长 了解我们的规则了吗 了解了 走 我们正式进入硝烟四起的模拟实战场 这个包含了很多的变数 因为狙击手通常是握肢静态 所以很容易瞄准 你在车上 在动 你根本没有办法 你很容易就打错人了 视野这么开阔的战场 他如何迅速的去找寻那个目标呢 他使用瞄准镜进行观察的时候 他的视角会非常小 看不到目标 他只有把枪放下来 通过双眼可以大范围的观察 发现目标果断的 顺着眼影方向把枪抬起来 人枪合一 没错 还有一个是时间的问题 每个目标出现只有两秒钟的时间 对 对于狙击手来讲 其实在真正的实战当中 权衡生死可能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对 而且我觉得当中最难的是 两秒钟弹起来的匪徒劫持人质吧 你只能击中匪徒而不能击中人质 人在换的时候 车的运动 粒子 没有依托 形成了一种交叉的一种干扰 另外呢 对目标的设计上 需要快速 目标数下两秒 他在我的秒钟镜里只有一秒的时间 打中了 这一套动作做得非常连贯 他在发现目标后迅速抬枪 指向目标不到一秒钟然后就抬枪了 蓝色的干扰板出现了 对 蓝色的干扰板出现了 对 怎么会有regon 敲手 它在蓝色把的后面 又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把 要被打掉了 太厉害了 这种目标它模拟的是 在有遮挡的情况下 对小目标的观察和辨别 漂亮 五个目标已经击中了四个 最后一个目标隐藏在靶场内 任意一个掩体后面 陈明班长必须控制整个战场 快速发现目标 并完成最后一次致命狙杀 如梦发 Як Tok 直布高布 jeux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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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模 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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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在車里面出現了一個目標吧 作為狙擊手 他觀察的細微程度 是常人無法想像的 類似於風吹草動 對於狙擊手來說 他都應該去產生敏感 只有這樣子 他能更好地隱蔽自己去發現目標 五個目標吧都已經全部擊中 我們算是取得了第一階段的勝利 現在要去射擊氣球 一共有五個紅色氣球 全部並中才算成功 我們的成本獎只有一次機會 白色和紅色的氣球都已經上空了 氣球飛得特別不穩定 沒錯啊 風在不停地發生著變化 一個五個球 他先打哪個 他要在很短的時候 做出很大的決定 五個紅色氣球升起的順序各不相同 硬氣會隨風快速上升 陳班長 畢竟 一個 第二個演變中了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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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也成功了 只要五個全撞 我們就是挑戰成功 現在已經沒有設計絞注了 什麼意思 保护车 给我角度 快快快 转移转移 跟上他们 跟上他们 什么情况 他现在必须要转移射击角度 拉开距离 压低他的射角 这样他能确保子弹不会超出安全区 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吗 没错 没错 加油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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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五个全部击中 漂亮 全民教官挑战成功 太厉害了 挑战孤凯刚 看完了如此精彩的一个挑战之后 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 包括我们三位评委 也都希望能够当面 向陈班长表示祝贺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到前方 再一次向陈班长刚才的精彩的挑战 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 有您这样的军人在 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踏实 对 我们现在也觉得很激动 因为对陈明教官的枪法 真的是叹为观止 我觉得称得上枪王了吧 就是百步穿扬神乎其神 所以我想问问陈教官 今天的这个挑战的难度 对于你自己来讲 完成了之后的感受怎样 今天参加这个挑战活动呢 也是我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科目 从前来说 他将粒子 无依托 幻动 运动 对目标还有识别设计 应该说难度很大 但是呢 我们在平时的过程当中 进行这样一系列的训练 今天的挑战应该说 完成得比较顺利 我想问一下陈明队长 高级技师狙击手意味着什么 我想问一下孙杨啊 你认为世界冠军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问得好 市领赛冠军跟奥运会冠军是还是有一个档次的差别 最高的是奥运奥林匹克最高的领奖台 但是我想这个高级狙击技师 应该是在狙击手里面 应该是顶级级别里面了 没错 没错 作为他来讲的话 应该是我们部队里边的精英 他不仅仅是一个高级技师 他呢 应该说肩负着 要去培养更多狙击手的一个责任 同事狙击这个专业已经18年了 从04年开始训练 便开始教学了 通过这么多年的训练 我爱上了这个集体 我愿意在部队服役一辈子 我特别注意到刚才陈班长是用了服役两个字 服役 对 这里边就是使命 这里边就是奉献 对于陈班长今天的挑战 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们三位是毫无一意的 一定是可以 但非常可惜是您不能够来到现场 真正地踏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那我们想请一一代表我们三位评委 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 把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荣誉勋章 献给陈班长好吗 好 陈班长 此刻这样一个时刻 您最想跟谁分享 现在我第一时间就想奉献给我的家人和孩子们 让他们也知道我挑战成功这个消息 孩子们也在您的身边吗 现在 刚刚我有通过战士们了解到 陈班长的爱人带着他的儿子女儿 为了见证我们陈班长的挑战 现在他们正在我们的家属楼 等待着我们的陈明班长 等待您的凯旋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镜头 跟随着你们到陈班长的家里 认识一下 认识您的家人 对 我们这位可爱的君嫂和你的孩子 好吗 可以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好 再次谢谢大家 我觉得爸爸这个时候回家感觉最好 对 是吧 胸口带着奖章 勋章 也会成为孩子们的一份骄傲 这一栋就是您爱人所在的家属楼是吗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家属大院的 家属楼 家属大院的 对 好 小大哥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陈明班长 爱人在的这个房子的门口了 我来敲门 好 您好 嫂子您好 您好 快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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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端着菜呢 依依 你的晚饭有着落了 我想问一问 嫂子平时是没有生活在部队是吗 没有 没有 只能等到那个小孩过 长假的时候我礼商过来 让他和爸爸 团团圆圆地过一个桃圆年 除了春节之外 嫂子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是的 这是每一位军手都有经历的 但是我爱我的孩子 爱我的丈夫 我爱我的家 我愿意 闺女刚才看到爸爸的挑战了吗 看到了 怎么样感觉 非常棒 你心目中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特别幽默的人 真的吗 幽默的人 这点我们没有觉察到啊 好像没看出来啊 平时爸爸在家跟你是特幽默那种 老说笑话那种人是吧 是 因为给孩子一块 待的时间少 就是每次回家呢 我就想孩子 再见了一种更深复的感情 有时候给姐姐故事 都孩子乐意了 就想在短暂的时间 给他更多的欢乐 每次只有寒假才能在地面来 我非常珍惜这段时间 但是一眨眼就又开学了 所以特别想办法 您看行李也已经准备在那边了 我跟你讲 我刚才眼睛啊 就一直放在这个行李箱上 因为我们经历过探亲架的人 都知道 一旦行李箱搬出来 意味着什么 不是看到行李箱 是要收拾行李的时候 当把行李箱搬出来 要开始收拾回程的行李的时候 那种心情 离仇别墅就已经在心里边了 陈明教官 明天老婆孩子要走了 说今天有什么想嘱咐的 其实 这个时候 特别不舍 我知道 作为军人 很难做到脸全 所以说呢 我就希望 回去之后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孩子 我在部队很好 放心 我会努力地工作 同时呢 我给远在老家的父亲 也表示一下我的想法 就说自古中校脸难全 选择了从军 我会一直走下去 也不会辜负我父亲的希望 越来越努力地工作 这个呢 我帮他分享给我的孩子 谢谢 也希望你呢 也希望他在 他的成长的道路上 不断地去挑战自己 不断地创造一个优异的辉煌 来突破自己 小子 可能这样的话 陈兵班长 已经对你说过很多次了 但每一次说的时候 心里面的那一分 不舍和牵挂 都会翻涌上来 是吗 我会帮你 每一位君嫂真的都太不容易了 你在今年有好好的 有注意安全 家里的事情不与你难兴 孩子和老人我会照顾好的 你也辛苦了 我想说一句 只要我们全家平安相互守望 这份开心和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的 我们也再次用掌声祝福你们全家 谢谢你们 所以我们真的很不愿意 再耽误你们剩下的这一点点相聚的时间 我们生怕因为我们的聊天 桌上的这派也该凉了 所以好好地享用你们这对团圆饭 期待着还有机会能跟你们再见 祝你们全家幸福平安 再见 再见老师 再见主持人 陈班长继续加油 加油 此刻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包括现场的年轻人 你们正在享受着和平的阳光 正在享受着和家人团聚的温暖 但是千万别忘了 我们今天的和平 我们此刻的团圆 是多少的军人 用他们的这种离别换来 所以我想我们珍惜自己团圆的每一刻 我们珍惜此刻和平的每一分钟 我们珍惜此刻 社会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和回报 谢谢各位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 博瑞博月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怕油怕糖怕吃 请喝蒂波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 蒂波尔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